21年的 这个是你24年3月的 你刚才说这里有实性 这里好像淡一点 就是里面是白点就是血管 所有所谓的血管穿行就在这 所以你说去年 今年11长大了 实际不是 我们就肉眼看大概范围 就是差不多的嘛 所以不要 因为这个摩玻璃节节测量 我们拿这个鼠标 看到吗 你看我这上面 拿这个鼠标两个直线在测量 第一个我手一抖 就是一毫米 另外一个的话 它这个不同的层面 比如说我在这里是测是这么大 我换一个 一测又不一样大 每次都不可能那么精确 所以我看了你这21年到24年 两年半的时间了 是没有变化的 是安全的 所以你还做梦 梦到了要做手术 我当你说 这个很严重了 赶紧做吧 你看上一夜有三个微小的小的摩玻璃 下一夜还有一个 都没 我看对比了 都没变化 都没有变化 所以很安全 因为还有项叶这个 发尘六的那个项叶也有 项叶两三个 因为又多发 然后呢又又没变化 又是磨玻璃 磨玻璃密度 所以呢我就建议继续观察 不要日有所时 夜有所嘛 哇 我这观察好多年了 我还 就是 闹 是啊 是所以就越时间长 越不变 它就越安全 蛤